看新闻 开视野 欢迎收看今天五月五号的公事首语新闻 首先来关心 嘉义县水上乡 一处汽机车回收厂 昨天晚间六点多发生了大火 而由于厂内报废的汽机车 大多留有残油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还夹带着此起彼落的爆炸声 十分害人 除了消防局还出动空军基地消防车 前往灌旧 一直到晚间九点左右将火势扑灭 没有人员受伤 熊熊火焰飘向天际 火场不时传出阵阵爆炸声 这间位于嘉义水上乡 中山路二段的汽车资源回收厂 四号晚间六点多发生大火 嘉义县市消防局获报之后 一共出动十四辆消防车前往抢救 消防人员抵达时 现场已经全面燃烧 报废车辆里还残留部分的机油 以及汽油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现场不时传出阵阵爆炸声 水上乡长协调空军基地消防车 前往协助抢救 阵阵浓烟直窜天际 连距离大约两公里的东西向快速公路 都可以看到烟雾弥漫 回收厂业者则是因为受到惊吓送医治疗 现场燃烧面积大约一千平方公尺 在晚上九点五分或是扑灭 并没有人员受困受伤 记者林伟廷沙宴其中建钢 综合报道 赌报时间来看到 自由时报报道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 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1.5版 预计再投入13亿元的经费 重点打击假网拍 假投资 以及解除分歧付款等诈欺案 而联合报则是提到了 劳动部昨天宣布 将砸一百六十亿元 在二零二三年到二零二六年 协助八十万名青年就业 目标是二零二六年应届毕业生 毕业一年之后 劳退提缴工资从三点九万元 提高到四点二万元 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 成品信义店因为足约到期 将于年底结束营业 而未来是否还有二十四小时收店 成品宣布 将会由松山文创园区的松烟店 来结报 面对外界的好奇 成品董事长吴明杰不再卖官子 肆好揭晓成品新的二十四小时书店地点 就在成品松烟店 因为三年前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成品敦兰店 走入历史 信义店接办后 又因为续约问题 年底将熄灯 因此选择松烟店 作为昼夜陪伴读者的温暖空间 吴明杰希望 未来松烟店二十四小时经营 能结合大剧站等的东区人潮 以及松烟的生态及古迹特色 带动另一波的阅读人潮 而出版业则十分肯定成品书店 在推广阅读上的努力 认为二十四小时的书店 是一个极佳的图书展示空间 对于网路书店打折扣站 冲击出版业发展 吴明杰认为 业者应该要自律 不然最后对作者 出版以及销售各方面 都没有好处 由于松烟店是向台北文创成珠商场 未来是否可能再面临 逐约到期的情况 吴明杰也喊话 希望房东能够让成品的二十四小时书店 在松烟终老 记得陈嘉欣 藏仪佳台报道 日前有一对来台旅游的韩国情侣 在回国的前一天 女友却沉湿饭店 头部疑似遭到重疾 而设有重刑的男友 当天以十万元交保 不过检警后来发现了新的事证 法官在昨天晚间裁定挤牙 高雄市警局的监视小组 再次来到韩籍理性女子 陈诗的饭店采证 检警一周来密集查访 发现死者和金姓男友 疑似有感情纠纷 也曾经被对方多次施暴 加上法医复验死因 是头部疑似遭到顿雾撞击 并非男友当初声称的女友跌倒 种种疑点让检警认为男友涉嫌重大 两人间存有情感纠纷 具有犯罪动机 假官认定被告于发生争执 拉扯冲突后 持盾气下手行凶 全案发生在上个月24号 这对来台旅游的情侣 反过前一天女友死亡 检警不排除男友行凶 依杀人罪向法院声押 最后交保十万元限制住居 警方认定男友有灭证串证 以及逃亡之余 向法院二度申请积压 禁件 高雄地方法院四号下午召开 积压庭审讯并在晚间裁定积压 记者王柔廷 孟昭全杀验其中建纲 综合报道 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MB近日爆出增性负责人 卷款逃跑 而警方昨天在宜蘭的一处饭店 抓到他 他公称是因为投资失利 才行骗 而至于他名下的多比不动产和土地 是否已经脱产 还要做进一步理清 是恶意脱产吗 你看人家家破人亡 不会觉得抱歉吗 面对一连串提问 男子保持沉默 他就是IMB平台负责人 曾耀峰 与张姓女友一同被移送 逼检署复讯 涉嫌发行假债权 吸引投资 接连有人受害 曾耀峰还曾开说明会 声称会负责 之后却呻吟 如今躲藏宜蘭饭店被抓到 各式景品高明酒百满桌 现场出估上百万 这些脏证物还只是一小部分 警方追查发现家住桃园的曾耀峰 案件爆发后和女友展开逃亡 还不忘带着奢侈品跑路 他公称投资失利 财行骗 否认有吸金 在四号讯后 遭到警方以涉犯银行法 及诈欺等罪嫌移送 曾耀峰名下十多笔土地 不动产 警方已向法院申请扣押 财定 只怕他早已脱产 另外也逮捕多名核心干部 突然收通知不用再上班 担心资遣费拿不到 桃园市劳动局前往调查 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将提供受害劳工协助 那债权投资被害人 光是警方获报 被害人认为多数有顾虑不报案 但被骗金额肯定超过二十五亿元 只是祖贤曾耀峰因为诈欺等案被通气 在外用曾国伟这假名招摇撞骗 更被查出有四海帮背景 P2P平台政府一直无人监管 现在反倒沦为黑帮的犯罪工具 美式卖场好事多 从智力进口冷冻莓果 被验出有A肝病毒 而后续又发现 从美国进口的冷冻蓝莓 也有相同的问题 后续要如何处理 好事多表示 有购买的会员 约有四万两千名 退款 医疗等相关补偿 仍在眼里当中 打开手边 已经吃了一半的好事多冷冻蓝莓 会员陈先生说 这包莓果是四月购入 还没有收到业者通知 是否为被验出有问题的同批商品 尽管先前每天使用并无异状 不过他认为 业者和卫生单位 对于追踪后续要更积极 网路上不少购买者也分享出到好事多的退货经验 退货专区一度涌现排队人潮 台北市政部法治局上午请好事多业者到市府说明 也要求业者应提供更多元管道与通知主动退款 例如直接返还到会员的信用卡 若使用商品后身体不适且有医嘱 业者应该吸收医劳费用 就算没有身体不适也要适度补偿 产生的相关的医疗的费用 那有这些单据的话 那好事多应该要对这些要全权负责来赔偿 那这一点的部分好事多在上午现场 他是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是同意 退货 那还是可以提起团体诉讼 提起团体诉讼不是要求业者退费 而是对于消费者所可能受到的损害 来提起诉讼 消极会表示若申诉民众超过二十位 会主动提供团体诉讼的服务 民众可以保留购买或是退货凭证 以备不时之需 目前受到申诉案件还未达标 也呼吁业者先妥善处理退货事宜 并提供消费者适当补偿 记者讯上台报道 台湾的高龄化带动用药保健意识 财政部统计 去年全台的药局总数 有一万零五百八十四家 超过了7-11 而且去年的整体销售额 高达一千六百六十九亿元 写下了新高记录 实际上街直击你发现了吗 在台湾的街道 到处可见药局林立 甚至短短一百公尺的路上就有两间药局 根据财政部统计去年全国药局加数来到一万五百八十四家 药局加数比起7-11还多创近四年新高 去年度销售额高达一千六百六十九亿元年增约百分之七 防重专家认为台湾高龄化社会带动用药保健意识抬头 双北药局分布点主要坐落在社区等人口密集地 中南部则以幅圆广大的店面做多元化经营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药局市场 杀出一条血路 新北有家药局海影镜健康面包 专门提供给控制血糖的糖尿病友 或是减重民众购买 成功开创另类商机 多元化经营的药局 还有这家知名连锁药局 兼卖银幼儿用品 让主妇们一次就能买齐 而台北还有药局 橱窗摆放老板辛苦 搜集的公仔吸引不少民众目光 药局转店数逐年扩增 各家业者不只将装潢改为更现代化 也改为复合式经营 期盼能吸引消费者目光 让业绩哄不让 新北市有民众 近期常在半夜 听见了小猫的惨叫声 发现有外籍移工 在租屋处分解动物 后续也向议员陈琴 将这起事件公开 新北市洞宝处强调 经过鉴定 现场发现的毛发与骨头 是山枪 涉嫌违反了野生动物保育法 最重可储三十万元的法环 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张景豪上午公布几段影片指出住在新北戏指的民众向他陈琴 三月起就发现隔壁传来猫惨叫声 于是展开连日搜证 拍到三名移工时而火烤去毛 时而磨刀分解动物 他转述民众表示宰杀的是犬猫 也强调移工对话出现了外面有两只不知道去哪里 新北市洞宝处强调近日接获举报后马上到移工租屋处查查查 获动物毛髮与骨头 为求慎重有两批分送调查局鉴定 第一批已经鉴定为一般类野生动物山腔 而陈租人也在日前至派出所自首 宰杀的动物为山腔 对于议员仍坚称是犬猫表达遗憾 我们不理解议员为什么要在记者会上去引导 说是虐杀猫狗的案子 应该是共同谴责虐杀动物 这是一件非法的事情 而不是打击第一线的同仁 若宰杀三枪 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最重处三十万元罚还 动宝处在新闻稿上也说明 仍不排除有犬猫遭宰杀 若确有歧视 则涉嫌违反动物保护法 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可最高两百万元罚金 第二批毛髮骨头鉴定结果 将于五月十六号出炉 至于三名移工去向 警方正在追查中 记者林金梅郭俊玲新北报道 基隆港昨天迎接 亚洲最大顿位的邮轮 地中海荣耀号 而上头搭载了 四千六百多名日本客来台 有部分的旅客 下船是直接搭上了游览车 展开台湾游 而也有不少是包车 直奔九份到山城去观光 从石原岛出发的十七点八万吨 地中海荣耀号 上午六点靠港基隆港西岸停泊 创下基隆港靠泊最大游轮的新纪录 四千六百二十名旅客 完成通关手续后陆续下船 有部分旅客直接搭上游览车 展开台湾游 看准疫情后最多游轮客抵台商机 基隆在地计程车业者 还有当地观光协会 都来到港边缆客 拿出图片让旅客自选景点 现场寒假 七小时的包车游程 以九份最受欢迎 观光学者提醒 对于外籍游轮客来台 重游率应该是最大目标 除了游轮公司贩售的岸上行程外 在地缆客的业者 也应该价格透明 并把关注旅游品质 学者直言 意后复苏观光应该赚该赚的钱 让旅客对台湾留下好印象 各地方政府也应该将港口打造成旅游资讯充足 交通接驳友善 吸引游客再度回访 记者是林坚基隆报导 美国制药大厂里来最新公布 旗下的阿兹海默症新药 临床实验结果显著 可以使患者大脑退化的速度减缓百分之三十五 尽管有少数人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专家仍给予肯定 而新药也将在六月底前 向美国FDA申请批准上市 阿兹海默症是大脑退化的疾病 患者脑部会出现异常的类淀粉蛋白板块 以及神经纤维纠结的现象 导致认知 记忆 思考及行为能力受损 通常耗发于六十五岁以上族群 过去二十年来 相关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症状 进来的新药则诉求 直接改变疾病的进程 美国制药大厂里来 星期三公布最新实验结果 宣称旗下新药 可以使阿兹海默患者退化速度减缓百分之三十五 离来的报告指出 他们针对近一千两百名阿兹海默症早期患者 进行为期十八个月的实验 每个月注射这款可清除病病斑块的新药 结果进行到十二个月时 半数患者没有发现斑块 另外也有百分之四十七的患者 病情没有继续恶化 不过这款新药会有脑部肿胀 或出血的副作用 实验中有两名患者因此死亡 专家表示 透过连续的核磁共振扫描 通常可以避免这些风险发生 业者计划在六月底前 向美国FDA申请批准新药上市 而受到这项消息的激励 离来当天股价大涨超过百分之六 创下新高 国事新闻曾惠敏编译 AI人工智慧 是近期的科技新热门 但是回顾两年前 大家都在讨论 元宇宙和VR虚拟实境 现在元宇宙是否还有未来性 来看公事国际记者曾玉京 来自美国矽谷的报道 工作室入口整个墙面都挂满 专利证书被誉为矽谷隐藏的归宝 捷克麦考利以研发音乐游戏吉他英雄 主称2014年甚至因研发VR头盔Oculus 是当时的脸书以添价并购 他所共同创办的公司 而目前他在伯克莱任教 依然从事各种研发计划 甚至花四年打造一辆跑车 脸书在18个月前 重压元宇宙 不惜将公司名称改为Meta 但现在矽谷最流行的语言却是AI 科技的事件总是顺其万变 去年人们挂在嘴上的元宇宙 已经不再被讨论 取而代之的是AIGC 而这个脸书曾经以20亿美元添价 来收购Oculus 现在也被当成商业的反面教材 Meta是一个商业公司 并没有娱乐观 而他们尝试做这些公司 并没有购买一个商业公司 可能是一个专业的错误 另外元宇宙所需的VR头盔 造成10%的使用者晕血 不可能整天带 也是推展不开的原因 元宇宙是前坑已不是秘密 根据公开的财报 去年一年Meta的元宇宙部门 Reality Labs 一共亏损137亿美元 光是今年第一季就亏了40亿美元 跨入AI元年元宇宙退烧 不过矽谷科技人认为 元宇宙不会消失 反而现在AI有一点过热的迹象 Generative AI took everybody by surprise Yes, it took everybody by surprise And again, that is what the focus has been I would not say that Metaverse is not going to be there anymore However, I think Right now the talk of the town is generative AI Facebook spent $15 billion in the Metaverse to get 30 users I don't really think it was ever that hyped up to get I think it was I think LLM's are a bit overhyped right now But I think that we are going to see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uses especially as we move towards better models 科技无法一步登天 Meta也从元宇宙退回现实 而距离人们真正进入电影 派客任务的世界 恐怕还有一段距离 公示新闻国际记者曾玉京 在矽谷的采访报道 Metaverse is a part of the world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牛兄文 下週一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